美国总统川普所主演的石敬秀 这几天是搬到了欧洲 记不记得就在一个月之前 他跟金正恩举行了高峰会议 这次他到欧洲的重点 是要跟另外一个强权领袖 俄国总统普丁 也要在赫尔辛基举行单独的会面 而正如同上次的川级会 他都在会前要好好地先刺激一下自己的朋友 制造一个落差 这一回他先在欧洲会见了许多的盟邦领袖 也是不忘顾忌重演 把他们好好的教训 甚至羞辱一番 随后他转往英国访问 过去一年半以来 他处心居立想到英国来个正式访问 奈何英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只有10%不到 所有的人都准备抗议他 逼他最后只能乘着直升机到处往返 几乎不敢进入市区 最后有两天还是躲在自己的高尔夫球场里面 当然英国人以及所有世界各国的领袖 特别是欧洲人民已经只能说 川普就是来乱的 大家也只能熬下去吧 一头金发 小伙手还紧握手机 制作六公尺高的巨型川普 重启婴儿 抱着尿布 13号早上9点半 成功在伦敦国会大厦旁升空 迎接前来访问的川普 但川普早知有很多人不欢迎他 也不想看到这景象 则在前一天已经抵达 说了两年的手探的英国行 终于成行 却是以工作访问顺道路过英国 且是在抗疫人潮一路紧张下展开 然而国宴元首会团都没少 甚至还能跟女王见上一面 一点都在私人古堡或别墅 且多搭直升机移动 就是怕被视为抗疫 难得打上黑色小竹竹 12号傍晚川普和梅兰尼亚 搭上陆战队一号 跑他的第一个行程 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卫兵 军乐队外加红毯 英国首相梅伊和丈夫 恭候大驾 这里又叫丘吉尔庄园 是川普最欣赏的英国首相 丘吉尔的出身地 梅伊精心安排 还想谈英美贸易关系 但他老大可不这样想 以外抵达英国后 没人知道他私下接受小报 太阳报 独家专访 更没想到28分钟访问 就在晚面时曝光 我实际上说Teresa 他们必须要做 但她没有认识我 如果他们做一件事 如果他们做一件事 他们跟美国交易交易 可能会不会成功 他痛骂梅伊的脱欧计划一团乱 根本不可行 甚至说因反对梅伊而闪辞的 前英国外相强森 更有能力当首相 川普独家访问 一让美意难看 隔天两人还在英国首相结束 契克斯庄园进行对谈 紧接着川普最期待的 和伊丽莎白女王茶具 下午在温莎堡登场 女王虽不至于脸臭 但也没热情相迎 因为她知道英国人 讨厌川普 更耳闻川普行前 还公开说自己在英国 很受欢迎 造访在第二天 他年潮已达万人空枪规模 中国暗地理教训首相 官政真的见怪不怪 走在英国前一站 他就在比利时的北约峰会上 乱放炮 欢迎议事过后 川普走进会场 非常好 非常好 美丽 宛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因为出发前川普已先在推特上抱怨 北约组织对美国没啥好处 还得付大笔钱很不公平 美国无法接受 于是在峰会登场前 找来北约秘书长 在美国驻比利时使馆官邸 共进早餐 果然一开口就没好话 实际上 很多国家都赢了我们 很多年代的钱 但是没有任何总织 都会帮我帮我帮 我认为美国不公平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跟它 我们不能跟它 川普还吹嘘 只有他敢当着秘书长面说 北约军事支出超过七成 是美国在付 2014年约定 各国支出应占GDP2% 至今29国中 只有四国半道 连德国也没做到 会后遇到梅克尔 还有装傻 人前都是很好的关系 很大的会谈 人后子一概也没好话 简直是来乱的 因为此行最重要的 是16号芬兰登场的 普通会 更是川普七天欧洲行的 最大门店 英国 德国 北约 市场的王 都是帮他造势免生的小咖 根本没有放在这里 美国总统出发海外 都是搭乘空军一号专机 而这架飞机也成为美国国力 在全世界各地 最鲜明的一个象征 不如今传出消息 喜欢搞颠覆的总统川普 正在考虑 要把其身的颜色换个样子 理由是 他可能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 这套飞机的颜色 其实早在50多年前 甘奈迪总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 也许在川普眼中 也许换个大红或者金色 也说不定 但不管怎么样 他正在考虑 但没有说明要换成什么颜色 他是三军统帅 说要换颜色 你又能不执行吗 我们去看他未来 要换个什么样子吧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和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